下面向同学们介绍如何完成并测试你的作业 我们本次默课的实验一共有三个 前两个在默平台上完成 后一个在Model Arts上完成 这里主要介绍在默上如何实现前两个作业 完成之后我们会给完成的同学发送Model Arts的邀请信 进入Model Arts完成第三个作业 首先呢进入到训练营 并找到其中一个课程 叫做默课人工智能模型预算法 然后就到了这样的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上呢呈现了课程的概述 课程大纲等 然后你就需要点击参与课程 点击参与课程的时候 你需要进行平台注册 点击注册 然后在注册的时候注意要填写这边的邀请码 邀请码当中的字母全部都是大写的 注册之后进入课程 你就能看到课程实验的一些详细内容 包括实验的文件和数据集 这里注意你可以用直接用默平台来完成你的作业 当然你也可以把作业文件和数据集下载到本地 用本地的notebook或者其他的开发工具来开发实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进入课程作业 首先在导航栏选择训练营 然后找到我们对应的默克 人工智能模型预算法 点击进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课程的详情 包括课程大纲 我们也提供了跟实验相关的Q&A和评论 那点击课程作业就可以进入到作业对应的notebook 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在每个notebook里面完成这些作业 我们已经写好了作业的基本代码 你可以浏览这些代码 然后在左侧查看这个代码当中 有哪些文件和数据集 然后进行代码的开发 如果在开发过程中 你觉得自己把文件给搞坏了 不用担心 你可以选择重置文件 来将实验的notebook恢复到初始状态 实验代码编写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可能会消耗比较长的时间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离线任务的方式来运行 并把它运行到GPU上 当然在开发过程中 你也有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右侧的文档按钮 进行API的文档查询 右侧的区域也提供了社区的交流功能 你可以和其他同学对实验内容进行讨论 当同学们完成实验代码编写之后 你可以测试并提交你的代码 首先在左侧选择作业测试 选择生成PY文件 将notebook当中的代码转换为PY文件 此时你需要选择要提交的代码块 你要将跟作业相关的那些代码块都勾选上 然后选择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系统会默认将刚才转换而成的PY文件提交 如果你有其他的辅助文件 比如你自己编写的一些外部的函数的话 那么也要将那些函数所在的PY文件一起提交 提交之后 系统将会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和测试 首先检查编写的代码是否包含必要的函数接口 其次通过预先编写的测试用力 检查这些函数是否符合作业要求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会报错 并提供错误信息供同学们修改 如果这些检查都没有问题 我们会根据模型在TestData上面的表现 给出一个评估结果